台风还没来 市场内已经出现了抢买蔬菜的消费者 因为大家预期台风过后菜价上涨 现在都提前到菜市场抢买蔬菜 市场摊贩忙着结账 一人当两人用 即使菜价上涨 大家还是抓紧时间抢购 果菜市场的高山高丽菜 空心菜和青葱 每公斤批发价格 台风来袭前后上涨一到两成 但是经过产销配送 到传统市场价格精精涨 高山高丽菜涨幅五成 买一整颗三斤的高丽菜 就要两百多块钱 有啊 有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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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都涨了 有没有菜啊 不只高丽菜变贵 空心菜也从三把五十块 变成两把四十五 上涨三成 而调味的青葱 更从一斤四十八元 跳到一斤八十四元 涨幅达七成五 即使是根筋类的坏椰菜 一颗也要五十块 消费者大喊吃不消 葱啦 小白啦 高丽菜啦 这些都是平常必须要用的 都是没有便宜过 反正就台风像你说的 一直来就是一直没降到 现在一个多月有了 一个月 像丝瓜啦 像那个不忘那一种的 就是比较瓜类的东西 叶菜类可能就比较 不会去选购这么多 虽然农粮储在前一天 释出冷冻蔬菜来平稳价格 不过在传统市场内 还是明显感受到菜价上涨 消费者在抢购蔬菜的时候 都要精打细算 以免荷包大失险 日公民的黄总 也在林小组台中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